这是我国自主研发的055型导弹驱逐舰 其吨位高达11000吨 又被简称为055大驱 它的出现颠覆了未来海战的打法 未来海战核心将不再是航母 而是驱逐舰 那么055大驱的实力到底有多强 为什么能够颠覆未来海战 难道就是凭借112个垂直发射单元 和其他国家驱逐舰相比 055大驱又排在哪个位置 美国为什么将其称为巡洋舰 今天就让我们通过视频了解一下 观看的时候不要忘记点赞和关注哦 谢谢 什么是导弹驱逐舰 说起海军舰艇名头一大堆 比如战略舰 巡洋舰 驱逐舰 以及航空母舰 如今战略舰已经消失匿迹 航母成了海战核心 对于航母大家都十分了解 但看到巡洋舰和驱逐舰 很多人就搞不清楚 它们的区别在哪里 至于美国将055大驱称为巡洋舰 很多人也觉得和驱逐舰没多大区别 无非名字不同罢了 那我们今天先来介绍一下 驱逐舰和巡洋舰的区别 在一战时期 是战略舰巅峰时刻 这时候的战略舰拥有数量最多 威力最强的火炮 同时为了防御对方的火炮攻击 战略舰的装甲和防护是非常重 这就导致战略舰吨位非常重 防护能力强但速度差 但是海军需要一款舰艇 需要执行侦察 快速突防等任务 基于这种情况 火力略输于战略舰 但速度和机动性更强的巡洋舰出现了 最初的巡洋舰 其实和战略舰没有多大区别 如果细致划分 那么两者的区别就是 战略舰的火力更猛 吨位更重 而巡洋舰牺牲掉一些火力 换取了更强的机动性 按照任务不同 巡洋舰也有轻重型之分 基本就是火力的区别 有了战略舰和巡洋舰这种进攻型的舰艇 那么海军也需要保卫型的舰艇 用来拱卫自身舰艇安全 尤其是鱼雷的出现 极大威胁到了战略舰和巡洋舰的生存安全 于是驱逐舰就出现了 它的任务就是驱逐敌方的鱼雷艇 因为当时鱼雷射程非常近 防止敌方鱼雷击中自己 只需要做到不让敌方鱼雷艇靠近就行了 等到航母以及舰载机出现后 取代了战略舰的海战核心地位 二战后期 海军作战体系基本以航母为核心 服役巡洋舰和驱逐舰作战 这时候驱逐舰的作用 也从当初的反潜升级到了防空 而在战斗机以及巡航导弹 越发厉害的当下 驱逐舰的防空技术也在逐步发展 导致它的吨位也变得非常大 从而挤占了巡洋舰的生存作战空间 以至于到了现在 驱逐舰也从原先的配合作战地位 逐渐上升到了超越巡洋舰 甚至与航母平起平坐的地方 尤其是在055大区出现之后 看到055大区强大的作战能力 不少人调侃 未来海战核心发生了转变 有了055大区的航母不再是作战核心 那么055大区凭什么可以挑战航母的核心 我们就从动力系统 火力配置 以及电子雷达等方面了解一下 同时看看世界范围内 055大区排在哪个位置 055大区的综合实力 055大区长180米 宽20米 持水深度6.6米 动力方式使用的是COG AG 也就是全然联合动力模式 由四台CGT25M燃气轮机提供动力 每台拥有38000匹马力 功率能够达到15万匹轴马力 强大的马力让其最高时速超过了30节 常规巡航下 续航里程达到了9300公里 也就是5000海里左右 055大区的常规排水量为11000吨 满载排水量在1.2万吨到1.3万吨之间 这个排水量已经超出了驱逐舰的范畴 跑到了巡洋舰的赛道 所以我们说起055都会在后面加上大区的称号 而到了美国等西方国家这里 更喜欢将其称为巡洋舰 虽然世界范围内的海军 巡洋舰的地位已经被驱逐舰挤压的所剩无几 但是巡洋舰的强大还是毋庸置疑的 这样从另一个角度说明 在西方眼里055大区的实力已经达到了巡洋舰的地步 按照英国智库的说法 我国055大区虽然是驱逐舰 但是排水量和能力已经接近美国海军现役的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 所谓的能力首先要强调的自然是其武器系统 驱逐舰作为拱卫航母的舰艇 执行防空 反潜和反舰任务 那么它的武器自然是导弹 055大区的导弹发射系统 为热发射和冷发射两种模式 而发射系统采用的是垂直发射模式 拥有112个发射单元 发射的导弹也覆盖了中程导弹以及远程导弹 能够执行防空 反潜和反舰任务 除此之外 055大区还装备了一具HP-GO45型 单管130毫米舰炮 反潜火箭发射器 在其尾部还有两架直20F反潜直升机 同时还有24连装红旗10A进程防空系统 真正让055大区身为驱逐舰 却有着寻弹舰实力的原因 就在于它的112垂直发射单元 带来这个能力的112具舰载通用垂直发射系统 细分为是前面64个发射单元 后面48个发射单元 发射的导弹包含了 英纪18家族反舰导弹巡航导弹 英纪21超高音速反舰弹道导弹 红旗9B中远程防空导弹 鱼巴火箭驻飞鱼雷 长舰家族巡航导弹 这些导弹中 我们着重介绍一下 英纪21超高音速反舰弹道导弹 它长约9米左右 弹头重量在800公斤到1000公斤之间 按照专家推算 这款弹道导弹的作战范围 在1000公里到1500公里之间 末端飞行速度达到了10马赫 10马赫是什么概念 估计很多人都无法理解 这么说吧 赛飞奥特曼的官方设定 最大飞行速度也就7马赫 也就是说我国055大区 使用的英纪21导弹末端飞行速度 比奥特曼还要快 而且射程更远 如果这么说大家还没有概念 那就拿美军航母使用的 F35C舰载机举例 F35C的最远作战半径 为1000公里 使用这款舰载机 美军航母的打击范围 自然也就是1000公里左右 05大区有了英纪21 就可以在美军作战范围之外的500公里处 率先发动袭击 而且可以一次发射100多枚导弹 如此饱和式攻击 你觉得美军航母能够扛得住吗 和同航相比 实力如何 其实我们用英纪21来打击航母 是有些欺负人的 按照美军早期使用标准6防空导弹 进行的拦截实验显示 他们无法使用标准6防空导弹 有效拦截东风21D 或者东风26中程弹道导弹 那么对于在技术层面更高的英纪21 他们自然也没有实力 能够做到有效拦截 所以说能够发射英纪21的055大区 实力强的不是一点半点 其实就算不计算英纪21 凭借其他实力 055大区强悍的也不是一点半点 在世界范围内 能够和055大区一较高下的 有美军的伯克三级驱逐舰 韩国的世宗大王级驱逐舰 以及日本的摩耶级护卫舰 其中美军的伯克三级驱逐舰 采用和055大区相同的动力方式 由4座G1LM250030燃气污轮发动机 提供动力 最大时速超过了30节 常规续航下 续航里程达到了4400海里 而且在排水量方面 为9700吨左右 长度为155.3米 从这个角度看 美国的伯克三级驱逐舰 不管是长度还是排水量 都没有055大区出色 只有速度上还能一征长短 除此之外 火力方面 伯克三级驱逐舰要逊色不少 只有96个发射单元 远没有055大区 112个发射单元多 要说它的绝对优势 大概就是美军现在 有74艘伯克三级驱逐舰 而我国的055大区数量 没有它多 说完美国 我们再来看看 韩国的 适中大王级驱逐舰 能够和055大区相比的 只有适中大王级的第二批词 也就是正组大王级驱逐舰 该驱逐舰 常规排水量 只有8200吨 只有满载状态下 排水量达到了 11500吨 可以和055大区的 常规排水量相比 动力方式和055大区相同 由四台通用电器 LM2500提供动力 最大时速为30节 常规速度下 续航里程达到了 5500海里 火力方面 正组大王级装备了 正组大王级驱逐舰 发射单元 64单元的 MK41垂直发射系统 16单元的 KVLS1型垂直发射系统 24个KVLS2型垂直发射系统单元 总共104个垂发单元 但是适中大王级 却拥有128个发射单元 可以说和055大区 只有适中大王级驱逐舰 能够在发射单元上 具有显著优势 其他方面不值一提 最后我们来说说 摩耶级驱逐舰 严格意义上来讲 日本没有驱逐舰 因为按照战后宪法 日本没有军队 那么驱逐舰到了日本这里 也就成了护卫舰 摩耶级护卫舰的动力方式 与前三者不同 属于燃电 燃联和动力方式 虽然动力不同 但最高时速 依然达到了30届以上 不过最高马力 只有6.9万匹 火力系统方面 搭配了两座 MK41垂直发射系统 只有96个发射单元 没有055大区强 美日韩三国的驱逐舰 或者护卫舰 使用的导弹多是标准系列 以及BGM-109 战斧巡航导弹等导弹 或许在性能上 和055大区使用的导弹 相差无几 但是要知道发射单元数量多 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优势 更别说055大区 使用HLG-GO346B型 CS波段 有源向控制雷达 以及新型X波段 有源向控制雷达 领先美国博客三级驱逐舰 使用的雷达 所以说055大区被称为全球最先进的驱逐舰之一 只是浅虚 而不是真正的实力 对此你怎么看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谢谢